欢迎大家参加本次国际汉语日的网络研讨会 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中国梦 本次网络研讨会呢将以英语、中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同时举行 您可以在屏幕的下方选择您需要的语言 我们提醒您本次网络研讨会正在录制 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社交网络、我们的网页 还有我们YouTube的频道上发布我们今年要做的活动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此外我想告诉您我们所有的除了我们所有的研讨会都是免费的 我们还会给那些参加80%的研讨会的人颁发参与证书 我们所用的数据呢是通过Zoom平台自动获得的 那我们现在呢来有请我们的主任罗伯特拉风登 来致欢迎词 大家好 我是罗伯特拉风登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中心办事处的主任 我们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中心呢 致力于在中共和私人单位机构 国家政府 地方政府 高等教育机构 中学和小学教育机构开展中文教学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本次国际中文研讨会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庆祝 汉语学习能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个人性的丰富 在此次活动中 我们来自拉美和加勒比不同国家的 比如巴西 阿根廷 阿根廷 阿瓜多尔 巴巴多斯 和秘鲁的学生呢 他们将分享他们的学习中文的经验 以及中文对他们的工作和学术生活的有帮助 这次研讨会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学生的经验 还可以了解中文 中国文化和历史 以及它对我们所处的全国化的 全球化的世界的影响 现在有请我们与何中心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主任孙明杨 是欢迎词 大家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孙明主任现在在北京 也就是现在是北京晚上十点 那他辛苦了 也有请孙明杨主任来为我们致辞 谢谢 有请 谢谢 谢谢我的同事罗伯特主任 尊敬的罗伯特先生 罗伯特主任 我们各位发言嘉宾 各位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中文学习爱好者和从业者们 各位来自中国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以后晚上好 我是与何中心 拉美中心的副主任孙明杨 首先呢要非常的欢迎和感谢在场的各位 能和我们大家一起欢聚与堂 共庆2023国际中文日 作为全球中文教育大家庭共同的节日 国际中文日呢已连续举办了四个年头 近日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陆续举办了中文日的庆祝活动 全球有140多个国家也在陆续的举办中文日的庆祝活动 包括一些驻爱使领馆啊 中文教学机构啊 中外学校啊 汉语桥俱乐部 中文学习测试中心 网络中文课堂 中文工坊等等 所有的这些中文学习的机构 或者中文相关的机构呢 都在国际中文日期间举办了 一共有1500多场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精彩的文化活动 那么拉美中心呢 作为中国教育部语和中心 在拉美和加利比地区服务一线中文教育的专业平台 借此契机 我们也特地邀请了本地区中文学习者的优秀代表来汇集于此 和大家呢 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讲述他们心中的中国情节 中国梦 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别 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 不同专业的优秀的学员代表们 但相同的是呢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也都从中收获了巨大的人生价值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各位嘉宾的发言 能为我们拉美各国的青年学子们 在未来的人生规划 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带来启迪 也希望中文学习能为大家的梦想插上翅膀 祝你翱翔于碧海蓝天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孙主任 现在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中国驻智力大使馆文化处刘文秋参赞 文化参赞来分享他对我们今天的祝贺 谢谢 这是一个庆祝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日子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之一 它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灿烂和辉煌 也是世界文化保护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学习中文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更是一把钥匙 帮你打开拥有14亿人口市场的大门 中文是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 掌握中文不仅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中国 还能拓宽职业和商业机会 增加与中国人直接交流的可能 中文不仅是一种语言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方式 学习中文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增强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因此我在这里欢迎大家都来学习中文 掌握这门语言 开启通向中国和世界的大门 谢谢 非常感谢刘昌桑今天给我们的致词 也感谢他对我们的鼓励 那现在呢我们今天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博士生 在这之前呢我需要请大家 我们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屏幕下方 有个地方是可以提提问和留言的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要说的呢 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也可以跟我们今天来参加 分享的这些学生 优秀学生呢 想要你们的想法和一些问题 那今天呢我们现在有请 今天我们第一个我的中国梦的学生 他是阿根廷人 他叫Maximiliano Venadi 英文名字叫Massi 是吉林大学新汉学计划项目 语言学生语言学博士生 谢谢有请Massi 非常感谢Andrea 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 我的中国梦 大家 大家早上好 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我今天的这个 我是Maximiliano 我叫Maximiliano Venadi 我的中文名字是Massi 是中国教育部语和新中国 语和中心新中国研究项目资助的 吉林大学语言学博士生 对中国文化和语言进行深入研究 那我的目的呢 是为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 搭建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那我的故事呢 开始于2009年 那年孔子学院在布伊诺斯 爱丽丝大学成立后 我终于有机会满足了 我对汉字的好奇心 我非常喜欢汉字 那当时我学这个 中国汉字和中国文化 我越来越喜爱它 在一开始大家可能因为 因为觉得大家是一个 个人的这个一个喜好呢 那我可能一开始只是在周末学习 但是后来我越学习 越学习中文就越喜爱中文 那当时跟所有人一样 我第一年的时候 真的是梦想着去中国 很多人跟我说中文很难 说我在浪费时间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 我一直梦想着去中国看长城 那14年的时候呢 孔子学院给了我 实现我梦想的这个机会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终于去了中国的长城 当时我的HSK是两级 而且我是二月份的时候去中国 但是我很开心 我认识了很多人 去了中国很多有名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去了看了孔子学 孔庙 长城 还有故宫 而且我还发现 我在中文的这个 中文书里面看到很多 我在中国经历的这些 比如说大家去全记得吃烤鸭 那当时后来我也是第一次去长春大学 去了长春去了吉林大学 我是第一次在那里过冬 然后看到了大雪 可以说我真的是 初次相见 初次去了长春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真的是一见钟情 而且这个地方 我的老师变成了我的博士学的老师 一直陪伴我学习的过程 而且当时我见到了很多学生 很多同学 都是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的 我的当时的柳银一直到现在 后来我还 我跑过了HSK4的时候 我还自己独自一个月在中国旅游 甚至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还用我的 还当时还利用了我所学会的中文 在中国旅游 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中国 去了很多有名的地方 比如说赵林寺 去了西安的金马俑 还看到了色山大佛 看到了熊猫张家界 还去了桂林 大家知道 人民币有20块钱的那个纸地上的 那个风景就是这张桂林的这张照片 我觉得中国人民很热情 还有我很喜欢他们把中国的文化那么深入 让我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中国文化 后来 我又回到了阿根廷 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人民 当时我回到阿根廷的时候 感觉中国和阿根廷还有拉丁美洲需要一些文化的交流 互相的认识 在这之前我觉得以前 想得到一些有关中国的文化 还有一些需要学习的信息是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透过科技是越来越简单 后来我还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孔苑的活动 后来 17年的时候 我 在阿根廷辞职 又重新 回到了中国 然后我为自己承诺读汉语教学专业的措施学院 措施学位 然后来呢 我又认识了其他从其他国家来的 同学 从各地不同的文化 来的学生 还认识了其他的文化 其他的同学 其他国际的同学 而且我还参加了很多比赛 我还参加了很多比赛 还得到了很多奖 还跟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朋友 同学 分享了美好的时光 大家知道 在中国留学 有很多文化活动 所以跟各国的学生分享 大家都很快乐 然后也很开心 我们做了很多文化活动 我有很多在那儿难以 难忘的一些回忆 我对我这次的经历 非常的自豪 非常的骄傲 之后 我觉得应该在中文 教学方面做一些贡献 尤其是 对会说细语 细语的学生 19年呢 我参加了 国际看语教学研讨会 那我的经验呢 不光是 以学生和老师的身份 还有 帮助其他的学生 如何学习 学习汉语 那在这个 新汉学计划的项目中呢 使我参加了很多 调研的活动 比如说 我们去了 我们参加了 韩国孔子学院 调研之语 我当时在 其他国家的 统院 学习了不少 吸取了他们 教学中文的这个经验 那在 疫情之前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有关 中国文化的讲座 尤其是在 富异诺斯爱丽丝大学的 孔子学院 而且我自己 也有一个blog 也跟大家经常分享 我的这个经验 之后呢 我还受中国其他的媒体 以 采访和访问 20年我在中国研究计划 在国内在线的论坛 也非常成功 这是我在 参加这些采访的 这些报道 我 之前没有想象到 我能走到这么远 那现在呢 我从 学习汉语 到汉语教学 已经有了15年的经验 我现在做了很多 以前我梦想 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次的 国际中文日呢 我们 我觉得这个 这个目标非常好 我觉得中文就是应该 增进文化的对话 我们知道 我们 其实我们的生活 受到 很多 中国5000年的 这个文化的影响 还有5000年历史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中文是一个 增进文化的 完美的 完美的语言 所以我 继续鼓励大家 学习中文 不要放弃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们努力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 非常开放 有 有好的国家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到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 来分享你的这个 大家都在给你点 点赞 我觉得你的 经历非常有意思 那我看看 如果大家结尾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会给你提问的 非常感谢 那现在我们有请 我们今天 第二个学生 他是 约书亚 约翰逊 他是巴巴多斯来的学生 他是 从子学院 软件工程汉语 专业优秀学生 是当地 2020年 汉语条的比赛冠心 非常有请 谢谢 谢谢 大家能听到吗 好的 OK 现在 我想说谢谢 我的名字是 Joshua 来自巴巴多斯 是一个软件工作师 我喜欢学习中文 和中国的语言 大家好 我叫卓远 来自巴巴多斯 今天我会讨论 简单的说说 我为什么学习中文 我为什么继续 好的 这是我学习汉语道路 和一个介绍 我为什么学习汉语 为什么继续学习汉语 和我学习汉语的机会 和现在和以后的计划 为什么我要学习汉语呢 很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要学习汉语 现在我需要解释 和去说汉语 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说 要不你去学 法语 英语去 但是我会选择 学习汉语 对于我的 我从2020年开始 学习汉语 但是由于 新冠肺炎的原因 我在接下来两年 是有线上课的人 在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 巴巴多斯孔子学院 上我从零基础 到了HSK二级 很多人都付出了 额外的努力 因为他们希望得到 中国去 去中国学习汉语 所以说 已经走了半截 所以我们已经走了半截 现在很多人会有两个选择 像别人一样 你可以停止学习汉语 或者继续你的 软件工程的专业 或者你也可以 打好汉语基础 把汉语成为一项真正的技能 这里是 我一选技术学 就碰到了 越来越多 能用中文的机会 巴巴多斯的空元 也给我通知了 每一个学中文 或者学中国文化的活动机会 最继续 最令人启动人心的时刻 是我在一个中拉 下令营当中 巴巴多斯孔愿 非常支持我 我也 当我通过来 HSK二级 慢慢的 我也汉语说的 越来越流利 有所有的活动 巴巴多斯空元 都会通知我去参加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去参加这些活动 在2020年 很多这些事情 都鼓励着我 去学习 然后追寻我的梦想 然后我在中拉一个 下令营中 做了一个西班牙语 中文的翻译 我有一个老师 他们中文汉语 都学得很好 学生总有 总有问题问我 为什么学习汉语 或者你可以说 英语和西班牙语 所以很多老师 他会通过西班牙语来告诉我 来怎么说是说中文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选择学习汉语 安德 给了我很多力量 然后我会越做越好 在这项语言上 所以我的汉语旅程 和我学习汉语的方法 所以让我还没出过中国 当然是我 所以我会在这些地方来学习汉语 这就是学习 关于一些问题 我没有去过中国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更多 关于我学习汉语的方法 这是我学习汉语的一些方法 对于我来说 在YouTube或者网飞 然后你可以去学习汉语 然后你有学习汉语的环境 我会用网飞和一些 很多人来用 YouTube或者用 HSK的书 所以我来开始我的汉语学习 然后我会用一些 HSK汉语水瓶教程的书 然后做一些测试 然后我也会参加一些活动和一些比赛 然后用沉浸式的方法来学习汉语 例如参加一些两周的夏令营比赛 或者一些没有强能力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中国人 然后这个环境也都是汉语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学习 我会来分享一些我的学习汉语 现在你可以看到 你是想见到一个在工作中非常有能力的人 他会是站在一些君王的面前 而不是站在一些小人物的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无论何时 无论你在追求什么 你都会有一些机会去做得更好 无论你在做什么 翻译中文或者有其他的方法 你都会成为一个 当你努力学习 你都会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人 然后你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只要你坚持的去学习 你就会成为那个你要成为的人 这是关于一些我在学习汉语中所得到的机会 有幸会有一些非常棒的机会 比如说2020年的汉小比赛非常有意思 我我赢得了这个比赛 所以我继续学习汉语 还有中拉的网络夏令营 中拉网络夏令营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是由我们的大学和北大相互合作 创造的这个夏令营 去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参与这一个学习汉语的机会 还有一个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线上奖学金 还有配音比赛 最后是一个浙江商业大学和巴巴多斯 有一个年青年夏令营的活动 还有一些中国大使馆的活动 还有在今年我得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在2023年9月我将会去清华大学学习硕士学位 所以这是我学习汉语书所获得的一些机会 还有对于一些中国大使馆或者中国周爱使馆 我会有一些活动我也会去参加 然后还有一些中文的配音比赛 中文的配音比赛我也会去参加 视频可能会只有两分钟 但是我会去参加这些比赛 所以还有我的计划是什么呢 现在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我想继续学习这个专业 去帮助一些同学来学习 所以毕竟 在清华大学读研以外 我也会继续我的计划去帮助别人学习汉语 你可以持续关注我的网页 Instagram和一些社交媒体 谢谢大家聆听我的分享 希望你可以 无论你在学什么或者是汉语 学习汉语肯定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机会 无论你做什么就去做吧 谢谢大家 Joshua por tu presentación estuvo muy dinámica de hecho 非常感谢 Joshua 刚才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你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 那刚才我也看到大家 在屏幕的下方给你点赞 还提了一些问题 那大家呢 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提问的那个地方呢 继续留言 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如果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你现在是中文的HSK几集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那现在我们有请 下一个 下一位 我今天的 给来跟我们分享故事的 我的中国梦的学生 他的名字 是 李追龙HSK五级金融专家 目前担任中央电视台 拉美西温中心站的协调员 曾在布拉德斯科银行工作 并为政府和私人单位担任中复翻译 谢谢 有请 我会开始我的介绍 你们在看我的PPT吗 大家都在看吗 看得到 OK 这是我的中国故事 和我的中国梦 首先 我再说一下 好吗 有一点紧张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朋友们好 我叫李追龙 我来自巴西 今年33岁 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拉美中新记者的 记者 这样的新长助理 我便 与巴西生活罗云比摩隆比大学的 国际关系中业 我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 就是我第一次结束是小时候 看李小龙 成龙和李连基的电影呢 就跟大部分的巴西的 巴西人的小孩子 都就是怎么开始知道 关于中国呢 是看这些中国的空腹的电影 那我首先分享我的中国故事 也说一点关于我自己怎么到了 怎么到了上保罗 现在在上保罗 首先我想一下 我分享一下我的中国故事 我出生于马西尔 马西尔就是一个小城市在巴西东北 我一岁 一岁时 父母就离婚了 我跟着我父亲在他的家乡 雷西飞 雷西飞也是一个城市在巴西的东北 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我在那边生活 二十三岁那年我的母亲身体不好 所以我就搬到上保罗 照顾她 她现在的身体 状况很好了 没问题 都没问题 大家都别担心 那时我到上保罗 是我需要帮助我的母亲 并维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开始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布拉斯 布拉斯就是 中文是布拉斯 这个布拉斯地区的一家 女卷批发商店 该地区因为我许多中国人 而外民在哪里 我接受了很多朋友 我越来越想听多 他们在说什么 说的话 就是我在跟他们一起吃饭 比如这个照片 我现在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在跟他们一起吃饭 可是都听不懂 然后我觉得 我真的想要学习中文 我要是他们的朋友 我要了解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生活 然后当我进入大学时 我开始也读马克思主义 联邻主义和毛族系的书 我非常深受 我参加了很多巴西的学生活动 我一般驻大学上 并在学生中 专博 连业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国际关系课程中 我学习了 我学习了 真实 经济学历史 和中国文化 在课程中 我更加深刻的 看到中国经济发展 非常充速 并且正在走 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 当我决定学习 学习哼语时 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因为我疯了 我是三经病 因为那 那是一种与我们的语言 完全不同的语言 很多人说 我永远都学不会说横语 可是我还是努力的学习 后来我去了 圣保罗 圣保罗州 为大学 工资学院 学习工资学院的老师们 给我很多帮助 我觉得是 对 在工资学院的时候 工资学院的 我也 见到了工资学院的 讲学金 到中国 武汉 武汉 湖北大学 学习哼语 留个月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 难文的经历 在留个月里 中午学到了很多 也介绍了很多朋友 我对所有的朋友 帮助过我的人 很耿 很耿机 很耿机 不易 我看一下 这个还是我在 上保罗的时候 在学习啊 而且我在 一边学习 一边教学 就是我和我的中国朋友们都在 互相帮助 在这个 这个照片就是我在 跟我以前的地方的工作 就是买衣服呢 然后这些朋友 带我去KTV呢 然后就开始唱歌啊 那个朋友呢 那首歌就很有意思 我就开始越来越喜欢中文的 然后呢 那一次我在 我来中国之前 我已经在巴西 最大的银行 它叫 BRADESCO BRADESCO银行 我在那边工作 他们同意让我去 上红语课 因为他们知道 这种语言 对世界 很重要性 回到巴西后 我回到了 回到巴西后 我回到了 我回到了 BRADESCO银行 一边呢 我在那边工作 然后 也会到了 上巴罗 周围大学 公子学院的 继续学习 在公子学院的 推荐一下 他们推荐一下 我去 拉提美洲 的CCTV工作 我离开银行 我离开 我离开银行 是因为我用不到 我喜欢学习的语言 就是 虽然我在银行工作 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 也是比较好的 的地方 但是 在那边 用中文是比较少吧 用很少 然后这些照片 是我在第一次 在中文的时候 在 在 后北大学 这个照片 是在后北大学 然后去了 江家街 还去 翻红 然后 去了很多地方 都是 很美 我很喜欢的 你看这个是我在后北大学 第一次我看到 那个基富宝 基富宝 我觉得 很有意思 巴西没有这种的富管方式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 有这个 这个照片 然后我会来 还在 还在银行 在 布拉德斯银行 然后我去了 呃 CCTV工作 然后就拍这个 这个照片 我就去 我决定 呃 那我就 随便说一点 因为我怕时间不够 就是我在 生加了很多 空子学院的 的活动啊 就 这个照片 然后也努力学习啊 写准备 学习 HSK 然后我又去了 中国 然后去中国的时候 然后这个第二次我去中国 参加了很多很多活动 就是巴西文化 还有啊 中国就是啊 共和国成为知识年呢 也是很有意思 参加了国际好网友 还有一些比赛呀 就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然后很多很多 很多 报纸也 也采访了我 就是 问了我怎么学习中文啊 怎么去中国 为什么学习中文啊 还有觉得 呃 武汉怎么样 黄黄楼怎么样 这种的 呃 这些就是我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也 也学习了文化 就是 学习了啊 呃 关于啊 分题啊 母子 然后 博爱 将爱 是什么 然后也学习了很多成语 然后那个第二次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就 呃 考过HSK 武器 然后那个 殷勤开始的时候 我去去越南 呃 我就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越南的呃 越南的女朋友 然后去了那边要看一看越南是怎么样的国家 呃 也也也那时候也在武汉呢 然后大家也在当心呢 但是 如果那时候我知道这个疫情是什么样的 我就 选择不离开武汉 就是 以想一直在那边 因为以后 武汉就变成是最安全的的地方呢 呃 可是越南也也不错 但是我在那边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然后 我需要找工作啊 然后我翻译很多 很多 报告 就 呃 也在那边 找英语 然后 也找中文 然后 打开自己的学校 呃 就是我在那边等 中国打开 可是一直没打开 然后 也想找 找办法工作 找办法 呃 讲钱啊 生活啊 呃 但是我也还在 还在那边学习中文 就是文课呢 然后 我也 写了写很多 就是 写了报道呢 就 巴西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杂志叫 飘义 我 帮他们写一个新闻 关于越南的印情是怎么样的 也告诉他们巴西有很多美食啊 然后 呃 我再等不了 然后去了葡萄牙 呃 去葡萄牙之前 我也收到了一些奖学金 呃 这些奖学金就是 第一个是那个 生士大学 生士大学的奖学金是一个 城市生的 奖学金 呃 但是以后我也 呃 也收到了 中国政府的奖学金 然后也可以 呃 又去湖北大学读说诗 然后到了葡萄牙的时候 也有那个奥运会呢 就是呃 东奥运会 然后在那边 那我说快点 就是 然后我就 剩下了很多活动 然后回去了 呃 巴西回国了 然后在 呃 回国的时候 之后我就 我就 开始告诉大家 呃 这些经验呢 然后 也考过了 HSK 5G 啊 然后 呃 我也想 呃 最后的 的的的的的 第二方面 我就 我就想 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我的 中国梦 可是我觉得 呃 时间还 还不够 就是 我像 呃 我像是一个巴西和 和中国的 友谊的 呃 桥梁 那 我祝大家 努力学习 呃 好好学习 天天 天天先生 谢谢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 随便联系我 非常感谢 万能 感谢追隆 那我们的那个 呃 屏幕的下方呢 也有一些 可以提问的地方呢 大家如果 有什么可以 跟他们一起分享呢 可以跟我们 可以选到我们的 那个屏幕下 刚刚发言的地方 啊 我们今天呢 有 克斯塔利加 来自阿根廷 地鲁 哥伦比亚的 呃 老师和同学 呃 在下面跟我们分享 他们如果有什么 问题的话 我们会在今天 活动的结束后呢 给大家 呃 一一的讲解 一一的解答 啊 还有从 中国 呃 上线的一些朋友 那我们尽量呢 在今天的活动 结束之后呢 为大家解答 这些问题 谢谢 那现在呢 我们有请 我们今天 第四位 同学 他是 他的名字叫 Freddy Sanperdei 他是 HSK 六级 他是 呃 Tito San Francisco 之前的 同志学院的 学生 啊 他有HSK 六级 他是 现在呢 从事 厄瓜多尔大虾 产品 中国出口的 中纪人 那他们今天 他今天也会 跟我们分享一些 他的那些 跟中国的经历 谢谢 有请Freddy 非常有请 谢谢 大家能听到我吗 我是Freddy OK 完美 很棒 第一个 好 好 大家 早上好 下午好 晚上好 我是Freddy 我今年 29岁 是 厄瓜多尔人 那今天 我没有PPD 我只是 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 我的这些 经验 我今天会 很简短的 介绍一下 我学习 中文的 这个经历 现在呢 我目前是 一个独立的 外贸经纪人 像中国出口 厄瓜多尔大虾 这个公司的名字 叫 之前呢 我曾经担任 公司学任呢 兼职的教师 20年的时候呢 我在YouTube上 开到 这里一个频道 教授中文 还有Instagram 那个名字就叫 Apprende Chino 跟Freddy 一起学中文 那暂时 我不会在这个频道 但是我希望呢 我的计划是很快 重新操作这些频道 我先 谈一谈 作为一个 中国学习者的 一点经验 有时呢 听听这些经验 能鼓励我们 大家不要放弃 因为达到一个 流利的水平 绝对是不容易的事 那这些呢 都是 始于 第二年 那我想跟大家 说一下 如果大家 像我一样 一开始 只是在周六学习 那是很困难的 因为 你们会跟我一样 如果只是在 一周的一天 学习 那如果我周六 学习的话 我周五呢 才能复习 那平时 不学习的 那如果不是 每天学习的话 那一定会忘记 之前学的内容 所以 而且这个学习的过程 应该是很慢的 所以我建议 建议大家 不要跟我犯 同一个错误 而且尤其是 如果大家 努力一点的话呢 经过一年 经过一年的学习 让我 就 明白了很多事情 因为我知道 必须要申请奖学金 来改善 来提高我中文的 这个 水平 所以 感谢上帝 我得到了上海 同济大学的 一年的奖学金 那在上海呢 我知道 我意识到 完全沉浸在语言的 环境 这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因为在城市里 是很难用英文交流的 那这种压力呢 使我在14年 获得了HSK5 真的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 我真的真的 不得不牺牲了很多 周末的假期和party 然后坚持一直学习 反复 听有声书 我不知道后来 因为疫情 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多party 但是 我觉得我确实努力了很多 我牺牲了很多聚会 因为我知道 我当时 有很多同学 一年后还只能用 简单的对话 因为他们错过了很多课 因为很多party 最后只是通过期末考试 来通过所有的功课 而且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 其实去中国 中国不是主要的是学中文 他们只是为了去玩 去聚会 去party 所以如果大家得到了奖学金 千万不要这样 一定要交中国的朋友 不要 不要把自己的时间都光辉在 周末的party 那当然每个人都很自由 他应该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 去 去 经验他自己的生活 那我呢 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吗 那我的动力是当时回到 渴望回到欧加多尔 找到一份好工作 可以帮助我的家人 那段经历呢 我后来在 这个工作 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 这个工作让我提高了 听力的水平 因为我每天都在听中文 而且 甚至我 甚至这个工作 它丰富了我的技术方面的术语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如果拿到了奖学金 一定要 寻找 这个 回国的时候寻找 做翻译工作的这个机会 其实 这并不是我很喜欢的工作 但是 它真的是 让我的中文改善了很多 提高了很多 那这段工作结束后呢 我又参加了15年的国际汉语条 这样的使我16年又获得了去上海学习 低学期的奖学金的机会 我又回到了我热爱的同济大权 再次见到了13年的老朋友 和教授 那这次呢 我的中文水平真的是提高了 我还参加了HSK考试的六级 那在这期间呢 我在半天呢 在一天 在上海社有办事处的 古尔多尔公司 我真的这时候 实现了我10年的梦想 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上海人一样 下班的时候 在陆家嘴的咖啡厅喝咖啡 之后跟其他的人一样 跟其他的当地的上海工作人员一样 上地铁 回家 我觉得毫无疑问 这是真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让我很难忘 我觉得大家如果所有的人都努力的话 一直 看书 虽然 大家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看书觉得没什么 但是 相信我 真的是努力一定会得到成果的 那17年的时候呢 我从上海回到俄瓜多尔又开始了我职业生涯的决定性的阶段 什么样的决定性阶段呢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 我开始在 一开始在 工作 呃 但是俄瓜多尔大乡 大西亚的中国市场的销售主管 呃 一年后呢 我在 工作 被被这个公司雇用 这个公司呢 当时呢 是出口 俄瓜多尔相交最大的 最大的公司 但是因为他们想冒险一下出口 呃 俄瓜多尔西亚 所以雇我呢 做俄瓜多尔大西亚 中国市场的经纪人 那由于这个公司呢 我 从18年开始 一直 几乎每年都要去三四去中国去 去上海 还去了青岛 去 拜访客户 那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 我会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 博览会 那现在呢 中国的那个 大家也知道中国 比较开放 那我的 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回到中国 见到老朋友 客户 我的商业伙伴 那最重要的是呢 我可以品尝到非常想念的美国的美美的中国菜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其实 有可能 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对他为我来说很有趣 也可也许对别人并不是那么有趣 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大家能体验 那大家能体验 类似或比我更有趣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门语言 那至少 最起码 要努力坚持 不光是中文 所有的语言 学习语言都是一样 每天只少要拿出一个小时来学习 在这方面 其实 学会语言会给你的就业方面提出 提供无数的机会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生活有很多 有关 人工智能的讨论 但是大家记住 语言 语言不是一个非常 容易学的这个语言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每天要坚持 学习 每天要拿出一个小时来学习 你们不知道 我现在是做出口的工作 但是其实有很多工作是跟中国有关的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信出口的工作 有翻译的工作 有很多工作机会 我知道刚才我刚才跟他说了 就是现在 我们生活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 那人们很多 很多人会担心 会失去他们的工作 好多人用chat GPT来工作 但是 我们 但是要 明白 有些人 有些工作是人工智能 做不到的 但是 比如说那就是 人工智能 不能做到就是我们 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跟一个 人工智能 说话 跟一个 真正的人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 你的客户 你的朋友 你的商业伙伴 在中国的这些朋友 他们希望是跟人接触 而不是跟智能人接触 让我们 一定要 掌握这个学习中文的机会 掌握这个语言 我们继续寻找与中国的 合作的商机 那我建议呢 是要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放弃 我们要继续 前进 那我现在 我的工作是在 在家里远程工作 那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 可以得到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自由 我们可以自由地找工作 自由地选择我们自己的 所爱好的工作 那现在呢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中国梦 非常感谢 而且你还今天讲到了 跟文化有关系的题目 如何我们来了解中国的文化 那现在有请大家 很多我们大家在这些 我们的这个 社交网络上呢 提了很多问题 那也是有请大家继续 在我们这个 提问的这个题目中呢 继续留言 继续交流 还有我们的这个 很多很多人在 在社交网络中提到了我们 那现在呢 我们有请下一位 她是 她的名字是 Alicia Ortiz 来自秘鲁 在HSK16集 她是 红顺学院 掌学金获得者 2017年 汉语桥拉美赛区2等奖 也曾经是 西班牙语老师 和英文老师 那现在呢 从事一些翻译工作 那有请爱丽丝 来跟我们分享 她的照片 谢谢 大家早上好 晚上好 下午好 谢谢大家 上午或者晚上好 我叫爱丽丝 我们都要 跟班牙 OK 我就在这里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学习中文的一些 经历和一些故事 我就简单的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 利卡多巴马大学的毕业生 我是 汉系翻译专业毕业的 然后我是在 17年的时候 我是参加过 这个汉语桥比赛 然后获得了一个好成绩 我是获得了 这个美洲族 就是拉丁美洲族的二等奖 我目前是在 读一个研究生 一个MBA 在西安交通大学 然后在一个 中国的一个科技公司当翻译 我的工作经验 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之前在 VOC 就是Bank of China 我是当了实习生 然后在那边待了 大概一年的时间 然后在2020年 我是去了这个中铁二十九 一个工程单位 我是参加过一个公路的项目 我在那边也当了工程翻译 然后后面是去年 2022年 是在中交秘露也当了翻译 是一个桥梁项目 现在目前位置是在 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机公司 买手机的叫Vivo 像小米啊 华为一样 这个Vivo在中国 现在特别有名 然后在秘露刚刚 是在去年的时候 刚刚来到秘露 然后在发展中 然后对我来说 就是对我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 是有了一些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我可以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去中国 我第一次去中国 我是在15年的时候 从15年到16年的时候 我是通过这个 孔子学院的奖学金 然后我在 我选择的是中国的西安 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城市 对我来说 我就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所以我才决定去的 我在那里 我觉得我刚刚到 我的中文水平也就这样 就没有那么好 其实很差 因为我听不懂 我也说不了中文 我也不会说中文 所以我刚开始 我就不想出门 我特别害怕 我对我没有自信 所以我一般是留在宿舍关着 我都不出门的 但是我是通过什么东西 就是给我这个动力出去 给我动力去跟中国人交流 是旅游 因为我的爱好是旅游 所以我是通过旅游 旅游就是去跟中国人交流 然后我是这样 但我是通过旅游 了解这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魅力 然后第二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参加这个汉语桥比赛 我从西安回来之后 就是回毕露之后 我的老师都在鼓励我学习 都在鼓励我参加这个汉语桥比赛 所以就让我多学习这个演讲 然后多学习一些艺术 就是什么表演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也准备了很多 然后我不知不觉的 就是拿到这个毕露赛的第一名 所以这个让我去中国那边 去长沙那里比赛 然后去上了电视 这个互南卫视的这个电视节目 我还记得 我当时也对我也没有信心 因为我知道去中国的这些选手 就是去比赛的这些选手 都很厉害的 我当时觉得我的众位水平 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很有压力 然后我还记得我到了 我到那里的时候 我是跟一个老师 就是我跟一个老师 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给他分享了一下我的感觉 然后他就给我说 我不要把这个当比赛看 我要就是开开心心的玩 要当一份精力而已 要多玩 多学习 边学习 边交朋友呀 边学习 边玩 要享受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可能是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开始 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就开始开开心心的 完成这些比赛的任务 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也是获得了这个比赛的二等奖 所以这个让我也很骄傲 然后也给我了一个 就给我了很多的自信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给这个中国的 这个是我在毕露的一些 在这个西安的一些照片 在中国的一些照片 这个是汉语桥的一些照片 然后第三件事情 我想说的是 是这个给中国的一些照片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是 这个疫情就是爆发了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 在5月份的时候 在毕露也挺严重的 所以有一些政府派的一些医生 医疗队 他们是来到这边来 然后就给大家 就是给卫生部的一些代表 就是分享了一下 他们在武汉的一些 反抗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就当他们的翻译 然后我还记得 我们去了参观很多医院 我们还进了这个ICU病房 然后我当时也很紧张 因为除了他们是很重要 就是知道他们是很重要的医生之外 我也要学习好多 关于这个医疗的内容 所以我可能也是挺紧张的 因为我当时也不会 所以我也要努力学习 也要多看书呀 多了解这个专业词什么的 所以我还记得 我们去了这个ICU病房 我们都看了这些 就是穿了防护服之后 就去看了这些病人 去看了在床上躺着 然后就上了呼吸机 就让我很难受嘛 但是这个有时候 你当翻译的时候 你也要经历这些事情 有时候你也控制不住 但是你也要多勇敢的 去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想给大家 就是鼓励一下 学习中文为什么 因为虽然我知道 中文是一个很 比较难学的语言 但是你们要有动力 你们要有自信 你们可以做到的 因为中文 你们可以就是过一段时间 也可以像我一样 也可以像我的这些朋友一样 都可以说中文的那么有利 你们要相信自己 你们也要就是 你们这样也可以 为你们自己的国家 也可以做贡献 为自己也可以做贡献 不管是商业方面也好 不管是职业方面也好 你们都可以去做 这个对你们自己的 个人成长也有帮助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好好学习中文 你们要努力 要努力也要就是珍惜这个中国政府和控制学院的给奖学金的机会 你们也可以到中国去学习 有时候你们也不需要花钱 因为有时候都是免费的 除了一些机票啊 或者一些手术费 你们就基本上这个学费也是免费的 你们也可以去 你们可以去读问老师啊 你们可以就是报名一个空气学院 你们可以在网上学习 有时候如果没有没有钱 或者没有时间去一个学校什么的 你们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 你们可以下载这个抖音 就是中国的Dicto有很多方式你们可以学到这个中文 所以我觉得中文对我来说是很有条件性的 但是也让我天天都有这个动力继续学习 继续了解这个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都很美丽 我其实在中国我真的过得超级超级开心 我真的也想早点回中国 也继续把我的中文就是水平继续提高上去 也是继续就是了解这个中国的美丽 所以你们大家都不要放弃 你们你们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加油 好好学习天天相唱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Alicia 非常感谢Alicia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我看到今天的我们大家有很多点赞 给你点赞 非常感谢你 我觉得你今天这次在疫情期间的贡献 也是非常值得 工作值得我们 值得我们骄傲的 那大家看到学习中文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行业 贡献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知识 那下一个呢 我们的今天的另外一个学生呢 是 Daira Lopes 来自阿根廷 是Buyinor Salis大学学院的学生 是中国工商银行基金会外贸专业学生 也是 2022年阿根廷大学 大学生汉语桥比赛的冠军 那今天有请Daira 是Buyinor Salis大学生 大家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我是Buyinor Zaira 我来自阿根廷 我来自阿根廷 今天我来自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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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童子学院 感谢雨后中心 给我今天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也感谢之前 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们的故事的 老师和学生们 我觉得我们每次的学习 每次的接触 都能使我们继续 跟 我们的接近 那谢谢 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 PPT 那今天我们现在 跟之前 这些同学一样 我也是 学习中文的学生 跟大家都是同学了 那 那 之前22年的时候呢 我也有幸跟 参加了阿根廷大学生 阿根廷乔的这个 呃比赛 当时如果没有 帮助我的老师 和家人的话 我可能得不到 拿不到这个冠军 我觉得学习语言 呃 而且呢 学习中文呢 就我们的就业呢 也能呃提供到很 提供很多机会 那今天呢 跟我们一起分享故事的这些同学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经历都是很有意思的 都是呃难忘的 17年的时候呢 我那个时候16岁 才刚刚开始揭示中文 当时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中文 跟我的母语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后来呢 我通过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 一开始接触汉语呢 那我是如何跟 跟中国有缘 中文有缘呢 那当时我开始学习 钢琴 那个时候我11岁 那我的钢琴的同学呢 是一个中国同学 他的爸爸妈妈是从中国来的 然后他们之后移民到了阿根廷 我跟他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一起听音乐 我们 他每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 过带了很多纪念品 而且他的妈妈一直对我都很好 而且 他妈妈还教我 要经常喝热水 少吃辣的 我那个时候品尝了很多中国菜 他的妈妈对我来 是我的第二个妈妈 他把我当他的女儿一起看待 那后来呢 他们一家人请我们去中国 我们很想知道 那个时候大家对中国有什么了解呢 我当时知道中国 中文跟我的母语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中国 在中国的文化和习惯 还有习俗 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那个时候 说实在的 我真的是对中国完全不理解 所以我来说 中国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一个很遥远的文化 之后呢 我到十四岁 十六岁的时候呢 开始学习中文 那之后呢 那个时候 是我开始跟中国搭建桥梁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这个国家 跟我们国家完全是不一样的 非常遥远 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多中国的信息 那今天呢 包括这个全球化 还有科技呢 大家我们能更多的了解 这个中国 还有中国的文化 但是呢 我们也是很难 经常能接触中国的文化 那透过学习语的时候呢 我后来了解了 中国有很多语言 普通话 比如说是大家 中国通认的这个语言 那之后呢 我还知道了这些 这些汉字 这汉字的结构 比如说大家如果说 吃饭了呢 实际上是问你 你还好吗 就是透过 吃饭 有没有吃饭 来问候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 但是通过这些 我们可以 真正的了解中国文化 而且我还通过了这些学习 接触到了很多 在中国留学过的 阿根廷老师 还有中国老师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汉语 感谢我学习到了汉语 有的时候大家 笑话我 学中文 但是我觉得 学另外一个语言 是非常 一个美丽的事情 可以透过这个语言 讲一些笑话 了解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历史 而且是学习 学习唱歌 我也学得很好 这个是我的 这个世界杯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阿根廷拿了冠军 这是我跟我们的朋友 我们在阿根廷的流影 阿根廷跟法国决赛的时候 我们这个中国 这个中国朋友呢 他经常不是很理解这个文化 那我是当时用中文 给他解释 为什么阿根廷 对阿根廷的地球那么重要 世界杯那么重要 那这些 我这个在六年的 这个学习的这个经验呢 跟大家分享了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呢 掌握中文呢 我觉得给我打开了很多 很多扇门 我们 我得到了友谊 还有讲学金 还有代表阿根廷 参加 参加比赛 参加汉语桥的比赛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刚刚开始 我觉得 我觉得学习汉语也是一个 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继续学习 一定要坚持来达到大家的目的 希望大家能 通过心与新的这个沟通 来真正的了解对方 不好意思 我今天说话比较快 但是 我给大家最后的建议呢 是今天我们比如 我们在庆祝这个国际中文日的这个 情况下呢 我给大家建议一下 希望 大家能 通过比如说这些网页呢 来连接口语 阅读 还有一些汉字 链字 我们通过YouTube这些频道呢 可以学过很多有关 有关 中文的这些信息 还有技巧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确实联系我 我会非常为大家解答 非常感谢 Daira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非常你 我觉得今天 大家也会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 那真的是 中文给我们打开了很多门 向世界打开了很多门 那肯定今天 我们呢 也是会继续 鼓励大家一起学习中文 我们都知道学习中文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学到了中文 你会发现中文给你带来的很多 生活上的乐趣 谢谢 那今天我们有请下一位 同学 他是Edwardo 来我们看一下 Edwardo今天跟我们伴来什么样的中国梦和中国的故事呢 那他是谁呢 他是Edwardo呢 是来自巴西的 他是卡比纳斯州立大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所 中巴关系研究领域的社会科学博士生 谢谢 有请Edwardo 爱德华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谢谢 大家好 我叫爱德华 三十二岁 我是巴西人 我现在在坎平纳斯州立大学 孔子学院学习中文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学习中文的故事 我从2009年开始接触韩语 当时我对学习中文还没有明确的目标 我只是想学习一个别的语言 大学的时候有同学学习德语、法语或者其他的欧洲语言 我觉得这些语言虽然很重要 可在巴西已经有很多人会说了 我应该选择一种新的语言 去让我一向独特的技能 大二的时候 关于这个问题 我新闻大学校长 他觉得可以证实一种东方语言 比如韩语或者俄语 具体要选哪种 他建议学习韩语 因为现在中国对世界非常重要 上手提发后 我开始学习中文 也就是这个决定一步一步影响了我后来的中学选择和研究方向 最开始我是在加拿下学习中文的 但是我还不知道有控制学员 我第一个中文老师是台湾人 他六十年代来到巴西 他本着我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三级 刚学习别的语言币 学习中文的经验真是太特别了 不仅要记住评语 注意善调 他要认识汉词 会正确写汉词 有几个朋友问我 有没有比较容易的办法 学会韩语 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 不讲 真的没有 我一直觉得学习汉语是一个众生计划 没有终点 而最美的房间在路上 学习汉语不仅难 学习到汉语基本极难 刚能形成到汉字的优美调逸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 孔子说 执持者不如耗执者 好执者 不如乐执者 不管你进步快还是慢 最重要的是不停止学习 享受学习汉语过畅中的乐趣 大学学习以后 我继续学习中文 可是 我越来越觉得 我应该选择一个 更中文的官 一个跟中文有关的硕士博士专业 可惜 读硕士的时候 我的主题跟中国没有关系 读博士后 我终于可以用中文做学术研究了 比如翻译一篇中文文章 讲语导师组织的翻译中国 创通这些经典的计划 我们计划翻译的第一半经验 本是空子的乱语 现在 我再往上我的博士乱丸 乱丸的主题是 中国这些对 中国科学技术的影响 我想研究一下 中国这些的道德观对中国 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对现代中国科技发展影响 在乱文里 我先调查了欧洲思想家 正常的行学和这种行学 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评价 然后 我调查了三大中国这些的牛排 儒家、道家和博家 儒家的主要思想是 科技发展要重力 要教化社会 不能为了发展科技而违背力 道家的主要思想是 道 发展科技的时候 要尊重道 道发自然 最好的科技是 把人类和自然 联系起来 国家教导人们 发展技术的时候 要少一些人类本能 本能以往 万物都失控 世界需要人爱 写论文的时候 我用到了 别的中国这些思想 比如人 无畏 两日 等 因此 如果不写中文 就没有这篇论文 更无法完成这篇论文 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 是想了解 中国科技是怎么被中国人民的思想影响的 同样现代科技系统的建议 也需要尊重每个人民的想法 我非常相信 一位诺贝尔将得住 Hernice Alvin 曾经说的 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 伸算下去 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间 去吸取空子的职位 最后 我想在这里 感谢空子学院的老师们 你们的教学方法 提高了我的汉语水平 我的中国梦 就是继续进步 未来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基于中国适用 适用我学的汉语 博士毕业以后 我想翻译 几本中国这些家的著作 继续探索中国这些的思想 为众把文化交流 做住我自己的小贡献 我相信 谢谢中文会给我的生活 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那现在呢 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同学 他是 Massimo Kelly 他是 巴西 商务孔子学院学生 那现在呢 在菜鸟网络工作 那今天有请 我们最后一位同学 Massimo Kelly有请 那我来分享一下 今天我的这个 看得到 啊 啊 今天呢 我想首先感谢 巴西 商务孔子学院 和女和中心的邀请 我向尊敬的 啊 孔院的 老师教授 还有同学们 我们的同行们 表示问候 一感谢 如果不是 因为你们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能不能学说中文 那现在我开始 我的故事 那我的名字呢 是Massimo 我的名字叫 李哲斯 我呢 是来自巴西 中保罗 那现在呢 我正在等待 我在中国 申请学习中文 奖学金的 以后 我是从19年 开始学习中文的 今年22岁 可以说我的 学习水平是 高级二级水平 我可以用普通话 进行比较流利的交流 那从小时候起 我就对中文 非常 中国文化 非常感兴趣 我一直很想学习 一种比较适合我 个人喜好 和标准的 一国语言 那后来呢 我还考了HSK3 那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我现在正在申请 用中国的学习的奖学金 那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加入孔子学院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9年的时候 我加入了孔子学院 我当时很快意识 这是我为自己 未来所做的 最好的选择 那那里呢 我学了 我真的是实现了 我学习新语言的愿望 在那个时候的 学习期间呢 我能够和 来自不同大陆的老师 和学同学一起学习 这是我当时学的一首诗 那我已经记不住了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当时我们还学了 跟孔子和孙子有关系的 哲学书 还有一些有关孔子的历史 我还参加了很多 参加书法和歌唱比赛 那当时呢 圣保罗 在圣保罗跟中国和巴西 有很多商务的来往 那正跟大家说呢 我 其实跟 当时跟中国的 大学的大学生 有很多交流 还有些虚拟的交流 当时 我们跟我们的大学 跟中国有很多文化交流 我们那个时候还能 看到很多中国的书 那这个就是大家能看到的 我们 跟当时学习 比如说有 学习书法有关系的 还学习到了当时唐代的一些诗词 之后呢 在这期间我解释了不少朋友 还有机会出席了 圣保罗 政府中举行了 习近平 谈治国正 一本书的首发 是那时候我目睹了 中国部长和 中国的一些部长和领事的访问 当时我是被 孔子学院邀请的 那 习近平谈 治国 治国理政这些书呢 在巴西内已经在发行了 那个时候刚才我说了 我接触到了来自中国的部长 还有中国驻巴西的领事 这个经验对于我来说非常难忘 那个时候是19年 实际上我觉得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呢 是能使你与世界相连的这么一个机会 当你学一门新的语言时 可以与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并肩而行 是一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实践 那设计到中文时候呢 这个比例我觉得应该更大 很多人可以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尤其是学习中文的时候 实际上是 通过这个语言 来被自己打开 这是世界的大门 那 透过中国教育部的统计呢 有世界上有2500万外国人在学习中文 这是2021年的这个数据 那么学习汉语不仅能将你带到中国 也会把你带到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 一开始我进孔苑学习的时候 我当时有很多同学是来自摩洛哥 美国还有韩国的学生 还有我在越南的和蒙古的时候 碰到了会说中文的学生 我在巴西的老师曾经在秘鲁 吉尔吉斯斯坦和马来西亚教过书 我觉得学习中文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经历 大家也可以看到 讲中文只要多的国家通过这个地图 那另外一个呢 后来我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的经验 就是我和中国公司和 在一带一路框架上的这些就业机会 我们把它称为新丝绸之路 我觉得用中文交流的人 用中文交流人的工作的机会是越来越多的 那随着比如说 很多中国公司还有拉美的公司在跟中国 创建这些商务机会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工作机会 就业机会是越来越多的 那尤其是比如说中国跟基础设施和贸易网络方面的 有这些商机还有这些工作机会 我真的是学习中文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快乐的事情 还有就是随着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加入新的基础设施和贸易网络 那中国公司呢在拉美这个大陆呢 会有更大规模的分配 真的新的机会在出现 那我是21年开始在菜鸟网络公司工作 大家知道菜鸟网络公司是阿里巴巴的属下 下属的一个公司 那那个时候呢 我帮这个公司建立了国内物流行业的公司项目和网络 令我的中文的优势和各种合作伙伴沟通 那在工作中呢 语言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我其实实际上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我 因为了解电子商务或者是物流 实际上是我对中国的文化的了解 所以当时他们选中我不是因为这些 是因为我了解中国 我了解中国文化 其实他的竞争对手在其他国家 非常有丰富的经验 那然后呢 那我希望我继续能利用这个机会 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能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来实现大家的梦想 谢谢 非常感谢 今天给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恭喜你在菜鸟工作 我知道 能在中国的阿里巴巴这种公司工作 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些经历 也通过我们的社交网络上 来跟我们分享大家的这些经历 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 想看一下跟大家跟我们有一些提论 那现在有请罗伯特 罗伯特·拉凤登先生 我们的主任 来跟我们致辞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来跟我们分享大家的中国梦 大家每一个经历都很有意思 都很有趣 无论是从教学 还有职业方面 那我们通过这个认识了大家 如何学习中文 把你们的 在你们的生活上的改变 大家说的很对 语言 并不光光只是语言 而牵扯到 文化的认识 大家学习了中文 还利用中国 还利用中文工作 很明显 中文改变了你们的生活 改变了你们对人文化的认识 不光是仅仅的 这些传统文化 而且还有现代的文化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那当然它对我们的这个世界的 发展是非常有影响的 真的今天很有幸认识大家 认识了你们的经历 也透过大家的这个经历的讲述 给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学生的鼓励 也是也希望在此 希望大家继续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今年还会举办很多有关 中国和科技的这些演讲 我们还有跟中国 还有书文加设计 还有中文加电子游戏 有关的这些演讲会 还有这些演讲会 也是希望继续鼓励大家 邀请大家继续学习中国文化 中文 也希望 包括这些活动 大家更加的认识中国文化 和学习中文 祝大家 一切顺利 也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谢谢 在这之前呢 我们想跟大家 说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下面 所有的这些疑问 因为我知道中国那边很晚了 但是呢 跟大家讲一下 很多人在问我们有关 这个 奖学金的这些事情 想跟大家说一下 有关这个 奖学金呢 我跟大家说我们可能会 会举行个研讨会 就是因为有很多奖学金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月的 有一个学期的 有一年的而是根据大家的 每个的每个人的中文水平不一样 有一个网页叫Campus China 上面有一些 跟这个中国跟拉美地区的一些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 他们提供的这些奖学金 那希望大家呢 能透过那个网页 跟大家 大家可以认识分享一些 这个有关 中国学习的奖学金的这些信息 那非常感谢 也希望大家 继续关注我们的社交网络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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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